欢迎收看三月八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琪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与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在三发妇女节共同举办健康讲座 关心妇女泌尿健康问题 2019新店贺旗杯老马篮球邀请赛 从三月八号起连续三天在马公公园体育馆开打 以求会友推广篮球运动 新和国小图书馆改造取名为魔法阅读物 以时空任意门为主题 希望小朋友一进入图书馆 就能拥有立足全球的视野 品林茶叶博物馆举办世界茶文化特展 带民众认识各国有趣的饮茶风俗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要来了解社区化的老人照顾体系 新店中山里老人关怀据点 泌尿道问题是女性常见疾病 更让女性朋友们难以启齿 因此更新医院安康院区与新北市医院陈宜君在三八妇女节这天 共同举办的妇女泌尿健康讲座与闯关活动 希望帮助女性朋友更加了解如何治疗及预防泌尿道疾病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更新医院安康院区与新北市医院陈宜君辅助 以及新北市新女性协进会 共同举办关心妇女泌尿健康讲座 邀请更新医院安康院区医务部主任廖俊后主讲 女性尿失禁常见原因及治疗 以及林幼化医师古哲卫医师 分别主讲见识性膀胱炎 反复性泌尿道感染及泌尿道保健等议题 总共吸引了200多位民众报名参加 妇女的就是在泌尿健康上面是非常关注的 那我自己也很有兴趣 那也希望更多我们新医院区的妇女好朋友 一起来听讲 然后得到更多的知识来做一些保养 那这边的预祝大家呢 三八妇女也快乐 也谢谢所有一起来陪同的宝券 很多的男生男士呢 很贴心一起陪同的太太一起出席 这次活动也是台湾尿式进纺织协会 首度串联全台30家医院共同举办 希望借由味道讲座 帮助民众更加了解泌尿道健康问题 担任台湾尿式进防治协会理事长的廖俊厚医师表示 很多女性朋友对于泌尿道问题常常难以启齿 其实只要及早就医治疗都可以获得改善 提升生活品质 妇女的泌尿健康一直是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趁着这个机会我们是联合全台湾30家的医院 同时针对这样一个妇女的一个泌尿健康 建办一个卫教活动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提升大家这般的健康意识 进而促进我们的妇女泌尿健康 除了卫教讲座 更新医院也安排多项闯游戏 包括让民众了解如何借由食物摄取足够的钙质 另外也经由仪器来检测股密度 而这项专卧则是要测试精力够不够 这些简单有趣的小游戏 主要都是希望提醒妇女朋友们 在照顾家人之余 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记者声明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而19新店贺起杯老马篮球邀请赛 3月8号上午在马公公园体育馆开打 这场赛事分为四个组别 年龄层涵盖老中轻 新北市议员唐惠玲 特地到场帮球员们打气 并亲自主持开球仪式 新店区篮球委员会表示 希望透过这场比赛 以球会友促进民众身体健康 达到全民运动的目的 由新店区篮球委员会 贺起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的 2019新店贺起杯老马篮球邀请赛 从3月8号起到3月10号连续三天 在马公公园体育馆开打 新北市议员唐惠玲 特地来到现场帮球员们打气 并且亲自主持开球仪式 新店区篮球委员会主委冯思敏表示 每年都会举办篮球比赛 邀请喜爱打球的同好 一同交流球技 而这场比赛比较特别的是 年龄层涵盖老中轻 分为社会组60岁65岁以及70岁一共4个组别 一共有16支球队报名参赛 希望我们新店的篮球爱好者都能够参与 这个球队分为60岁以下 60岁一组 65岁一组 70岁一组 共分为四组 每组 每组有四个球队 我们利用三天的时间 然后来以球会友 来以球会友 大家增进我们新店的居民身体健康 然后都能够发挥这种球场上的运动精神 虽然场上球员年纪稍长 但打起球来拼尽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新北市议员唐慧玲就表示 自己也非常喜欢篮球运动 未来会积极协助推广 为喜欢打球的民众争取更好的运动环境 协助新店地区的篮球赛事 能够蓬勃发展 让新店地区所有的老中轻三代 都能在新店很健康的生活 所以未来如果有室外的篮球场 需要整修的部分 也请尽量来找惠玲 惠玲一定努力的 帮大家维护一个非常良好的运动环境 外头天气冷嗖嗖 但体育馆内的赛事激烈 热乎乎的赛况 让人直看了紧张 新店区篮球委员会表示 不论比赛结果如何 希望透过这场活动以球会友 期盼有更多人加入运动的行列 一起维护身体健康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和国小图书馆经过两年时间改造 现在变得很不一样 经过学校师生命名征选 这个新图书馆取名为 新和魔法阅读屋 以时空任意门为主题 并建置了许多世界各地 著名的地标地景 就连抬头都能看见 天花板有世界地图 只是希望小朋友们 进入图书馆内 透过阅读就能遨游世界 在合唱团小朋友美妙的歌声中 新和国小欢喜迎接图书馆 大改造的这一天到来 经过两年的时间 从酝酿 规划设计到完工 现在完全截然不同 以传越时空任意门为主题 一走进图书馆 除了明亮空间 还有铜区的色彩 甚至还能够看见巴黎铁塔 英国大笨钟等等 这些世界各国著名的地景地标 可以看见全世界 我们在新和魔法阅读 你一进来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书柜都是一个任意门 然后你抬头你就可以看到全世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营造 我们希望就是要圆孩子的梦 然后成就孩子一个希望的未来 新和国小校长方文仪表示 这个图书馆是全校师生 共同筹划而成的 包括主题命名 图书馆名称征选 以及最后以人龙接书 让新图书馆建制完成 负责发想规划的 徐慧芬老师就指出 先前还会观察小朋友 在图书馆活动的情形 所以除了增加童趣元素 更希望借由每一个书柜 都是任意门的概念 让小朋友更愿意拿起书来 进入阅读世界 包括我们现在会做书的展示 都是因为发现 书本只要一旦进入书架里面 就被打入冷宫 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它的书面 最漂亮的那一面展示出来 所以我们会针对之前 我观察的一些 使用的一些缺点 然后做一些改善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改善当中 做一些比较完美的呈现 拉下了红布木 鑫河魔法阅读正式接牌 这个名称是由鑫河国小四年级 陈瑞欣同学所命名的 经过了争选投票脱颖而出 他说希望大家进入这个图书馆 就如同拥有魔法 并感受到阅读的喜悦 因为看完书之后 会感受到这本书的心怀 然后让心情充满着变化 许多小朋友一进入图书馆 眼睛大大发亮 惊呼图书馆变漂亮了 尤其充满了各种色彩和图案 就连抬头都能够看见 天花板还有世界地图 很多的书 而且不管是天花板 还是墙壁都有很多的图案 我很喜欢 最大的不同就是 增加了更多的色彩 然后样式也都变了 比之前的还要再更可爱更美丽 这里的设计整个变得很活泼 然后有一些地方变得比较好 然后那个书冠随随随地 都可以让人坐下来 好好的看书 他很吸引小朋友的事 周遭的那个图案都很鲜明 很活跃 然后会很吸引小朋友 会想要说 我一下课我就会来图书馆里面 换页我喜欢看的书籍 除了营造温馨有趣的阅读氛围 这个图书馆还具备多元功能 位于后方设置了一个小舞台空间 同样融入了环宇全球的概念 背板彩绘有知名的 自由女神金字塔等图案 书柜之间还有许多设计感十足的座位 星河国小表示希望这个魔法阅读物能让学童们都能有一纸皮箱行走世界各国的雄心壮志 同时拥有无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从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饮茶 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此平林茶叶补馆精心规划了世界茶文化特展 除了介绍东茶西传故事 另外还将带领大家 一窥全球各地有趣的饮茶风俗 参与热闹的世界茶文化嘉年华 中国人从数千年前就开始饮茶 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 现今喝茶已经成为全世界人类共享的生活日常 并且因应不同地区的气候宗教等因素 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世界茶文化 因此平林茶叶补馆精心策划了世界茶文化特展 以共饼为主题 带领大家一窥全球各地有趣的饮茶风俗 茶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应不同国家的气候地理环境 风土民情都发展出很有特色的 世界的不同的茶文化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让大家不用出国 只要来到茶博馆就可以环游世界 茶可以说是最能引起共鸣的日常饮品 不管是热带地区或是酷寒几地 都能见到人们喝茶的情景 而各意齐趣的饮茶空间 更成为体现民族文化的最佳场域 所以茶博馆这次在展场中 精心打造许多异国风情的茶室 民众可以欣赏日本茶道融入美学与哲学的精神象征 或是一窥有母民族在蒙古包里饮茶的情境 甚至是感受爱斯基姆人在病天雪地中围炉煮茶的乐趣 在我们的展场里面呢 也特别有这一个从蒙古空运来台的蒙古包 那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在蒙古包里面大口喝着这个蒙古咸奶茶的这个豪迈的这一个体验 那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非常特殊的像是伊朗 这个比较大家比较陌生的国家 他们其实也是一个很爱喝茶的民族 伊朗人喜欢在铺着美丽地毯的波斯茶馆中含糖喝红茶 居住青藏高原的藏人 满满的酥油茶是他们缓解高原反应的最佳良方 印度人则偏爱加满香料煮出来的马萨拉香料茶 这些充满不同特色的饮茶风俗 民众都可以在这次特展中一次进来 印度没有像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有一些塑胶啊 纸的棉洗杯 他们使用一种陶瓷做的陶杯 那买了茶就用陶杯盛装 那喝完这个陶杯就丢在地上砸碎 从泥土做成了陶杯又回到土地 这是印度当地的特有的一种这个一次性的棉洗杯 那这种杯子叫做库拉杯 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喝茶的文化 茶的名言魅力的确让各个民族都很有共鸣 品名似乎成为无需翻译的世界共同语言 茶博馆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各国茶文化 记者成品站本期 频宁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新闻深一点单元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看球赛干嘛这么累 有了数位录影机 全部可以预约录 精彩画面可以暂停重播 看几次都行 随时可以轻松看 老婆爱看的戏剧 也可以整套录哦 有了数位录影机 不怕肉看精彩节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兴电数位电视 自从我装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手机一点就可以看到我的毛孩子 除了看他好不好 也可以让自己轻轻好好放松一下 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真的很方便 有了HOME SECURITY居家防护 让我在煮饭洗衣服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孩子在做什么 你用事情做到一半 还要跑到房间看孩子 真的让人很安心 居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还有大兴电宽品 我有三家咖啡店 自从装了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以后 帮助我掌握所有店的营业状况 提醒我随时调派支援能力 有效的缩短客人的等待时间 以前我都要自己寻电 通分吸跑类似人 有了HOME SECURITY店家防护 用手机就可以远距离 看到各店的状况 方便又安心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 快播2917 3939 大型电宽品 台湾人工老化问题日益严重 因此老人照顾需求相对增加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由礼办公处成立的老人关怀据点 因应而生 关怀据点会举办聚餐 讲座共餐等活动 另外职工也会以电话问安 或是亲自访试独居老人 发挥初级预防照顾功能 并且借此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丰富生活 今天的新闻深一点 我们就一起到中山里老人关怀据点 来看看长辈参与的情形 做早操 爺爺奶奶们跟着志风做健康操 活动全身筋骨 气氛相当热络 这里是新店区中山里的老人关怀据点 每个星期一社区的许多长辈 都会来到这里参加聚会 我们每个礼拜会带他们做一些健康操 活动筋骨 那也可以讲座 那讲座大概最主要就是健康讲座 譬如说像今天的这个环境的讲座 或者是一些用药安全的讲座 或者怎么样保养自己的一些讲座 那当然我们也会带他们去户外走走 这个 注意动动啊打太极圈啊 唱歌啊都很开心啊 他们来演讲啊 各个单元不一样 还有我们做劳作啊 就增加我们的老袋瓜 然后有运动 陈老师就教我们运动 这些我觉得蛮好的 由于人口结构高龄化 老人照顾需求也相对增加 所以补福部从2005年起 辅助在地的村里办公室或是民间团体 设置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提供社区长辈关怀访式 电话问安 咨询以及转介等服务 希望透过在地化的相互照顾 让老人家从家里走动到据点 参加各项健康促进活动 还可以和其他老人或是职工 一块用餐画家常 分享生活点滴 其实我们这边渡卫行的老人家 他物质其实不缺 但是白天有的是去上班 那他们的子女很多在国外的 他们非常的寂寞 有时候就是 经济状况好一点还有外劳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一个人白天都在家里 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活动的话 他们都很期待 我们都是退休人员嘛 都是年满65岁啦 那么这个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团体 一个聚会 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一都来嘛 要来又安排很多很有意义的活动 虽然中山里老人关怀聚点 每个星期只有一次聚会 却成为长辈们最期待的一项活动 成立六年来 许多长辈与志工更如同家人班 甚至相处时间 比起远在国外的亲人 还要来得多 我们一年大概最少有50次的活动 所以300次了 那我们就说 有时候他跟他的儿女 可能一年都见面不到50次 那来这边跟这些老朋友 或是跟志工的互动 一年最少都有50次 他们就会有任何事情 就把我们当家人一样 就会打电话跟我们联络 还有我们的一些长辈 有时候生病 也是子女都比较远 就会先打电话给我们志工 我们志工就安排 先带他去医院 中山里老人关怀聚点的设置 不但是让长辈在社区中多了一个家 透过各项服务与活动 也让社区的感觉更加温馨 有人请问 离开高雄以后到新的地方 又认识了新的朋友 这样子都是我们年龄差不多的 我们大家希望他们快乐 因为这个就是在地就养 在地老化这样子 那就是让他们的小孩子去上班的时候 很放心把老人放到这边来 这样子也不用担心 那老人来这边有老人的伴 很多伴在这边 那就大家会觉得很愉快这样子 如同攀位置里长所言 在地就养正是老人关怀聚点 成立最重要的目的 但他强调 关怀聚点的功能不仅如此 这些正在厨房里 为中午共餐菜肴忙碌的志工 其实全是聚点的长辈 因为身体都还很健康 所以就自愿加入厨娘工作 成了老人服务老人 除了解决了聚点缺乏人手的问题 更发挥了老人价值 厨娘啊做的菜很好吃 尤其是红烧肉那样子很好吃 像关怀聚点它最主要也是 要活化老人 其实像现在所谓65岁 就是老人其实也有点太年轻了一点 所以很多65岁长辈来我们这边 他觉得他坐在那边 让被人家服务 觉得有点好像觉得不太好 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会起来帮忙 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厨娘 就是在煮 煮饭这些厨娘 都是原来是65岁长来这边 被我们服务的老人 那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都还可以煮菜 所以就来煮菜给这些更老的老人吃 根据统计 台湾2018年 65岁以上长者 将占全国人口14% 正式迈入高龄社会 推广到2026年 全台银法族将突破20% 进入超高龄社会 随着老化失速 目前中山里老人关怀据点 也加入长照2.0 巷弄长照站行列 发挥社区自助互助功能 并与医疗单位合作 期待共同建构社区化 普及化 以及在地化的长照服务体系 记者成平 张门琦 新店采访报导 接下来看 宝贝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 活动讯息 1月1日起按下 买video快捷键 进入机上和 买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机 Sony耳机等好理 收看影片 加码再抽 校普50寸4K大电视 详情可驾 买video官网 上网看电视 就要尖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 3939 大新年客服APP 可进行账务服务 障碍报修 还可进行节目查询 接收最新优惠专案 还可透过手机 进行远端录影 马上下载 轻松又方便 诈骗手法便便便 小心谨慎防兽骗 杜绝黑心药品 维护国人健康 防止农工产品囤积 保证民众消费权益 法务部关心您 安坑轻轻轨工程 自107年12月28日起至108年3月31日至 在新店区安一路二段与安中路口 进行轻轨工程 将调整道路路行 请用路人注意 以上的新闻内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